新年剛剛開始 習近平和反習勢力為中共二十大權力 再分配的鬥爭日吹白熱化 1月16日旅居美國家 前中共海軍司令部宗教姚誠透露 他得到消息 軍隊內部有人亂名給習近平寫信 勸習近平放棄連任 時政評論家王友群 在《大紀元》發表文章 他認為這個消息很可能是反習勢力 故意向海外放風 王友群表示 習近平為確保二十大上三連任 正從筆桿子、槍桿子和刀把子三方面 採取一系列重要行動 在筆桿子上 進入2022年 習近平和習派高官 以及習近平的御用文人 一再通過宣傳機器 表明和反習勢力 一缺高下的強硬態度 至1月25日 習近平至少採取了四項措施 第一 公布習近平在陸中傳會上的重話 第二 習近平在省部級高官會上再放重話 第三 習近平在中紀委傳會上繼續放重話 第四 中共黨媒多次發文震懾習近平的政敵 在槍桿子上 上面 習近平主要採取三大措施 第一 發布不同以往的一號命令 和前兩年的一號命令相比 今年的一號命令的重點 不是對外 而是對內 不是聚焦對外備戰打仗 而是聚焦嚴防黨內和軍內反習勢力搗亂 盯緊黨內、軍內、對手之變 隨時準備予以反擊 以確保習近平二十大三連任 第二 破例晉升七名上將 第三 召開中央軍委紀委擴大會議 這是習近平準備向軍中反習勢力開刀的一次動員會 在刀把子上 習近平主要採取了四大措施 第一 以兩項新罪名 對孫力軍提出公訴 有評論員指出 這兩項罪名 一就是表明了孫涉及2015年反習的金融政變 二就是表明孫可能有個危及 習近平生命安全的私人軍火庫 習近平當局以這兩項罪名起訴孫力軍 大有敲山政府之意 第二 習近平對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作指示 預計今年還會有江曾派系政法高官落馬 第三 央視曝光孫力軍政治團伙的黑幕 孫力軍在專題片中認罪 也是對孫力軍上面的人和下面的人敲警鐘 第四 公安部成立專項工作領導小組 1月24日公安部召開 縮稱孫力軍政治團伙流毒影響專題會議 習近平親信公安部黨委書記王小紅 在會議上還以三個更加 表明了嚴打孫力軍政治團伙的態度 這三個更加表明公安系統 等新一輪大清洗即將開始 結語就是中共二十大對習近平生死有關 如果失敗 習近平一家老小 性命難保 認為習近平在十年反腐打腐 抓捕的江澤民、曾慶紅提拔重用的高官太多 這些人個個都恨他 恨得咬牙切齒 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 中共二十大對江澤民、曾慶紅來說 是最後一次將習近平趕下台的機會 否則他們的既得利益難保 2021年 習近平連接出狠招 曾慶紅的侄女曾寶寶的花樣年公司 陷入借不到錢、還不起債 靠邊賣子公司到日的智暗時刻 就是標誌之一 二十大前 習近平和江澤民、曾慶紅之間必有一場惡鬥 目前 習近平似乎佔了上風 但是變數依然有很多 習近平的前程依然空險